李懿議員 我會是李懿議員主席 是 主席 我很想知道 張錦輝以及蘇錦麗局長 今天去哪裏 今天進來的時候 看到安檢非常寬鬆 之前關於提報機制 當我們亞爾蓋達去守 原來今天蘇局長也閃了 其實什麽叫做聽民意呢 原來這些安檢是保護,只是林公公大太監 說回今天的話題 二次創作或惡搞 在我們的學術範疇中,我們都非常注重 舉一個具體的例子 在美國的BB公仔的形象文化 你會知道BB也是很受傷的女性形象 在美國已經成為了青少女幻想染色症的元兇 在學術界裏面,無論是醫學科學,社會科學界 都會嘗試告訴大家 這個BB的形象是不健康的 但是同時之間,在民間社會裏面 就是一些網民和婦女團體,民間團體 都會用一個二次的創作,惡搞BB這個形象 令到原來這個社會上有青少年,厭食致死 這個問題是廣為流傳的 所以學術界和民間,從來都是雙劍合璧 不是同流合污的 所以剛才我聽到法律學院副院長提及 這個傳播權利其實是幫政府做美化詞的 我們學院派其實是無謂同流合污支持惡法的 還有就是有這個條例修訂之後 很容易就會有這個選擇性執法 不是每個人都願意被捉上法庭去審下 不如審下我有沒有罪 這個民間社會不應該是這樣的 說回,如果在外國,例如美國有這種規管 有很多沒有良心的大財團 以至政府本身都不會再受到民意監管 正如好像香港也一樣 去年這個政改起鬧根本就是超錯 用超錯這個字好好地表達出來 全香港的市民都知道這個政改方案是有很大的問題 為何我也這麼緊張蘇錦良先生今天缺席呢 其實他做了局長之後 其實他在做局長之前 我們都知道他很多做過的好事 但他做了之後我們更加擔心 因為現在有一個淫舌不雅物品條例 已經是屬於那個局去監管 如果這個版權法亦都這樣擴大這個權力 其實我們民間社會就是死定了 因為這個無恥的權力 將會打壓民間的聲音 還有陳教林主席 我希望一個善意的提醒 希望你不要面對我們的會眾 舉一個頭其實是很小事 因為在這個議會裏面 是沒有預備multimedia給我們會眾去present 舉一個圖是很小事 還有我現在舉一個大的展示給你們看 就是因為我怕政府聽不到的 就是政府一言堂 香港就乾堂 希望陳教民主席接納民意 謝謝你們的意見 要不記得 打托 進去 然後來